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176集 跟着就看见一个黑色身影飞了出来 黑色身影浑身赤裸 身后一对肉意张开 足有一仗来场 面目争论 阴气森森 刚从青铜巨关当中飞出 就突然发出一声奸笑 顿时滚滚妖气爆发 方圆百丈之内的防射 都在这一瞬间当中化为废墟 就连大道中央的那具青铜巨关 都被这无穷妖气震碎 化为无数碎片四散击射 这绝对是六节之上的妖气 不好 一时之间 不管是中阳还是王景 都连忙往后退去 两人都没有想到 这青铜巨关当中沉睡的 竟然会是一具六节之上的 妖匠古诗 不过还好 两人反应都是不慢 几乎就在这妖气爆发的瞬间 中阳身后的本命鬼王 已经游须化石 一声尖叫哭了上去 中阳修炼的乃是鬼王宝露 比这赤鸣一脉的赤鸣宝露 更胜一筹 本命鬼王一旦养成 虽然不会立刻达到鬼王境界 但是却已经拥有了种种鬼王的神通 如今 中阳这本命鬼王 游须化石 呼向妖匠古诗 顿时就是无穷鬼气涌出 化为一片无边地域 向着那妖匠古诗 当头照相 与此同时 王境也是双手截出一个法印 顿时 无穷雷光乍现 一眼望去 如同雷龙将士一般 带着震耳玉龙的咆哮 和金光灿灿的雷光 轰然落下 两位真传弟子联手一击 便是六节之上的妖匠古诗 也是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等到雷光散尽 才看见那青石铺成的大道之上 一个方圆数十丈的巨坑 妖匠古诗 被雷光和黑气 锁在大坑中央 无穷电弧跳动 道道黑气缭绕 一时之间 竟是有些动弹不得 哼 我让你装神弄鬼 中阳一声冷哼 从乾坤带中取出一杆黑帆 迎风一晃 顿时就有千百利鬼出现 一时之间 方圆千丈之内 只见一片鬼气森森的景象 千百利鬼呼吓而出 一颗猙獰的头颅 一双双血红的眼睛 不过片刻之间 就将巨坑当中的妖匠古诗 团团围住 中阳乃是幽明宗真传弟子 未来有机会 敬主掌教之位的人物 身上又岂会 没有几件法器护身呢 这一杆黑帆 乃是幽明宗 罢名鼎鼎的牵魂帆 三十五条尽致的 羊府法器 帆中千百利鬼藏匿 平日里不用的时候 这千百利鬼 能为中阳提供 源源不断的鬼气 以幽明宗秘法 转化为真源 与人争斗之时 这千百利鬼呼啸而出 便是金丹宗师见了 只怕也要退避一二 此时 中阳将牵魂帆一晃 千百利鬼冲出 瞬间将妖匠古诗团团围住 这利鬼来取如风 又有风力涨牙 不过片刻之间 便将妖匠古诗 撕得遍体淋伤 一时之间 巨康当中乱成一片 千百利鬼 与妖匠古诗斗在一处 奸笑阵阵 咆哮连连 黑色鬼气犹如实质 竟连那绿盈盈的鬼火 都仿佛被遮住了一般 无边地狱当中 黑气缭绕 每一道 都仿佛触手一般 将妖匠古诗死缠住 千百利鬼疯狂撕咬 妖匠古诗的血肉 对于这些利鬼来说 乃是大捕之物 每一口 都能让他们更加凶猛 一时之间 这妖匠古诗 竟是硬生生 被压在巨坑之内 只是 中阳紧皱的眉头 始终没有舒展开来 中阳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 果然 就在中阳正想催动本命鬼王 将无边地狱收紧 演化出鬼欲神通的时候 巨坑当中的妖匠古诗 突然发出了一声 震耳欲聋的咆哮 跟着 就看见妖匠古诗身上 生出根根骨刺 如同一具盔甲一般 将妖匠古诗牢牢护住 其中最粗的一根骨刺 化为一把骨剑 跟着 就听见那妖匠古诗 一声凝笑 骨剑斩出 刹那之间 就只看见一道 白骨剑光绽放 那围着妖匠古诗 拼命撕咬的千百厉鬼 竟是齐声发出惨叫 在那白骨剑光之下 纷纷落下 不好 中阳连忙晃动手中千魂帆 想要将那千百厉鬼收回 可惜 已经来不及了 妖匠古诗一剑斩出 千百厉鬼瞬间化为飞灰 竟是连千魂帆 都没有来得及收回 这一瞬间 中阳死的心都有了 这千百厉鬼 花了他十年时间 如今 却被人一剑斩尽 十年心血 富诸东流 中阳怎么可能不心痛呢 只是 中阳知道 已经没时间给自己心痛了 因为就在千百厉鬼 化为飞灰的瞬间 妖匠古诗 已经又是一剑斩出 这一剑斩向 无边地狱 无边地狱 乃是中阳本命鬼王所化 若是被妖匠古诗一剑斩破 那就不是心痛不心痛的问题了 那是真正的 身死盗销 快点 快一点 中阳连忙催动鬼王宝路 无边地狱化为本命鬼王 正要由虚转时的瞬间 妖匠古诗 已经一剑斩出 十几丈长的白骨剑光绽放 完了 中阳顿时只觉得眼前一黑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突然传来 轰隆一声巨响 还没等中阳反应过来 数十道黑色雷霆突然落下 煞时之间 将那十几丈长的白骨剑光组住 中阳脸上顿时露出几分惊喜 这是阴雷 王景出手的 数十道阴雷炸开 阻住白骨剑光的同时 也将无穷阴气 注入无边的地狱 本命鬼王得了这无穷阴气之助 瞬间完成虚实转换 黑色身躯 缩入虚空当中 堪堪避过了迎头斩下的白骨剑光 算我欠你一次 中阳回头看了王景一眼 目光当中 竟是破天荒地多了一丝感激 小心点 这是乱世山的十方白骨道 王景一边催动阴雷封锁妖将骨师 一边抽空 跟中阳商量对策 要想办法击碎他的白骨真身 白骨真身是吗 中阳看着手持骨剑的妖将骨师 突然发出一声冷哼 本命鬼王化为虚影浮在身后 无穷鬼气贯注之下 中阳的身体开始疯狂膨胀 不过片刻之间 中阳就化为了一个三丈高的巨人 面目被黑气遮住 一举一动之间 带着森森鬼气 这是鬼王真身 鬼王保禄诸多神通之一 借助本命鬼王之力 化成鬼王真身 不具刀兵 不怕竖法 力量瞬间暴涨十倍 中阳鬼王真身一现 黑气缭绕的手臂伸出 硬是将那妖将骨师抓起 跟着就是一声抱贺 惊天神力爆发 竟是要与妖将骨师 近身肉搏 你小心点 王景欲雷真觉运转 浑身上下雷光缭绕 如同将士雷神一般 倒到雷霆落下 不断削弱着妖将骨师的 白骨盔甲 而与此同时 林飞也如约抵达了乱石山 这乱石山明如其形 山上石林遍布 乱石林寻 看起来颇为杂乱 地形复杂至极 连一条能走人的山道都没有 林飞运转猪天万剑绝 在乱石密布的山林间穿梭 片刻之间便登上了山顶 山顶之上摇气冲天 如同滚滚乌云一般 乌云之下是一座黑色妖宫 一眼望去 如同猛兽盘踞 而那打开的妖宫大门 就好像猛兽张开的嘴巴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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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